嗨 不知道他還沒有好 有啊,陸陸續續進來了 我這邊有看到人 我是說你的咳嗽 咳嗽啊,對啊 還是不過現在已經好很多了 大概到晚上吧 已經講了一天了 白天的狀況比較 就是有談 就是有談 談談談談 談談談 談談 我可能我要再去吃一個紫談 不然今天真的 錄影的時候 突然覺得好多談 要咳個兩下 已經不是很好看 剛剛那邊有回收 現在有嗎 現在沒有 我知道 沒事 天冷多吃什麼 天冷就還好 現在還沒有到真的冷 我以前是住在日本的 拜託那個有 那個才叫冷好不好 Shenking 33塊懂你,謝謝 謝謝 找中醫調養身體 這跟我們今天主題有關 什麼 這跟我們今天主題內容有關 這個中醫 我 那個 有 可是我中醫就是 兩種 一種針灸的 一種 就是 那個 還是吃藥系統 那吃藥的那個就是 他覺得就吃一吃 如果沒什麼狀況 就不要來 他不是說什麼 要吃吃爆的那一種 好 好 IG推播草草愛幫 只掛了影片 難道是只會按追蹤 發現哪是已經追蹤 這是因為 你從IG去 去他的IG 因為我們今天很少 在用IG 我最近比較常用推特 有 連話輕微也沒那麼嚴重 胖 沒辦法 年輕人還好啦 老頭子才會怕胖 這個 你各位 這個 你都不知道 40歲以上會胖得超快 大概一餐就會變肥非常多 這是年輕人無法想像的禁忌 就一餐真的瞬間爆肥 累積能力極強 消耗能力極弱 先往那天去那個 G8電玩展 我走掉 到現場走走走走走 我大概從12點開始吧 我一直走到3點吧 因為5點 有一個會 3點多我離開 從12點走到3點 然後他也走了3個小時吧 就來裡面一直走一直走 走到3點多這樣子 然後出去外面又繼續走走走走走 然後後面中間又騎U-bike 這樣子 這樣子他手機告訴我 只消耗了400卡耶 你太快張了吧 日本乾冷真的會超冷嗎 不是啦下雪 下雪的時候 龍雪的時候會很冷 還有就是你穿涼鞋 就一腳踩到那個0度的水裡面的時候 也會很冷 我比較年輕的時候去日本的 就享受一個布鞋 然後就帶一個涼鞋 出去便利場面穿涼鞋 0度你會覺得還好嗎 還好就這樣出去爬爬罩 結果一腳踩到融化的冰裡啊 網路又斷了 Youtube 他們斷掉 對他們斷掉 我們還可以聊但是 Youtube小轉一下 有有有現在要恢復了 回來了 對回來了 辦公室有公差表 依照 教學年資算公差點數 資深又開始轉了 沒關係我們就繼續講 就是 資深的老師要做的點數少 優先選田也被信進老師質疑過 我是公差表發明的 要像信進老師說你公差表 你是說年功序列制的那個 這不就是外面工作的 公差表我不知道什麼意思 但是 外面一般的勞工也有那個啊 特修啊 特修也是筆電池的 日本冬天要用雪蝎或雨蝎喔 不然遇到龍兵水智會完全幾十 哈哈哈哈 講到這個東西啊 呃我只能說台灣的水晴很多是假的 沒有什麼意義啊 這個很多是造型用雪靴 不是真的雪靴 雨鞋更是 是沒錯啦 可是你出去外面旅遊 你要帶一個雨鞋 雨鞋這種不太好收納的東西 我的建議就是多小心啊 穿厚一點的鞋子 皮鞋 多小心就這樣 既然不能穿雪 就這樣 就這麼簡單 那你說很滑 我告訴你 根據我在北海道還有青森縣 看當地人的經驗 當地人照摔毒物啊 摔爆啊 誰管你雨鞋什麼鞋 出去還不是摔得跟白癡一樣 摔到斷手斷腳啊 這個反正你就慢慢走就好 走路像企鵝一樣 企鵝那樣走路是有道理的 對沒錯就是這麼簡單 關注老師推特 推特喔 全面的老師推特大門 有專門是正常啊 不正常 因為我推的絕大多數是短髮的 我絕大多數按讚推是短髮的 我絕大多數按讚推是短髮 短髮那是七成的 就是這麼簡單 但是我是覺得真的沒必要啊 當然你不要穿個高跟鞋什麼 那種很白癡的鞋子啊 穿個皮鞋這種 GOTEX 也可以 但是我的皮鞋就是GOTEX 就是 它做了一些防水 當然不是很GOTEX 但是必須是這種 沒有暖氣嗎 你說台灣 台灣為什麼不需要這種東西 台灣不需要這種東西 說不定 坐在很高的地方 好 那 我個人是覺得日本人 是 嗯 就是它你在下雪的地方 是真的很冷 真的很冷 但是其他地方還好 我想大多數台灣人應該是去東京吧 我不太去東京 就像大阪和京都就差很多啊 大阪還蠻溫的 所以冬天也算還好 但京都就是會冷 但是就很近啊 搭車子27也蠻高 大火車27也蠻高 契而有時懶的 用走的 是用滑的 對啊 你在 會下雪的地方有時候走走就用滑的 前一陣子 我不知道跟誰的直播 還是跟人家聊天的時候 我在講 我很久沒有去韓館 我還記得有一年我去韓館的時候 我想說 嗯 去那個 懶車那邊 然後上去那個山上去看夜市 好冬天喔 那個懶車站在斜坡上面 根本不可能上去 它那個斜坡完全變成溜 根本不可能 就是完全是滑的那個冰面這樣子 可是它斜的你怎麼可能上去呢 我那邊走兩步就滑下來 走兩步就滑下來 最後我就決定放棄了 然後我就看到有一個丹利女生想要走上去 我看它怎麼走 原來它是拉著旁邊的樹這樣爬上去的 就是 它完全是攀岩啦 就這樣往上爬上去 我靠 我想要太辛苦了吧 後來我發現當地人 要往山上去 即使是往山上 一點點的時候也是搭公車 北海道短袖高中男子 那真的蠻厲害的 因為我們在日本印象最深的就是 那個 即使是冬天也是穿短裙的高中女生 就是在青森啊 北海道 即使是冬天 他們還是穿短裙 他們上衣是加的很厚 可是他們還是穿短裙 全部都穿短裙 公差表就是分配上課以外的學校行政雜物 做完比賽評審 是這樣子 像是衣物異這樣子 北方就夠用 整人節目 對對對 像整人節目上面還撒到論華裔的那種脅迫 根本不可能啊 先滑下去 搭纜車上去 沒有啊 纜車站在半山腰啦 就是住宅區的最頂 你要先經過住宅區啊 夏天當然不是個問題 冬天到底要怎麼去啊 那如果搭公車的話 我就直接搭公車啦 雨雪交加 就下雪的時候啊 剛下雪的時候 斜坡要穿冰爪 就是 有幾個方法 第一個是他想辦法撒鹽 撒那個 沙 讓他增加摩擦力 有 我有看過這樣 你就要一路撒就很累 要嘛就是他有那種 那個水流的系統 他就會有一個像 一般公園焦化那樣的設備 可是他出水非常的小 就是 一點點一點點流這樣子 那他就會一直流流流流流 那所有的冰 流金的冰就會融化 你就可以走那一條水上去啊 那你如果不怕濕的話就沒有問題 就是 誰在那邊 尋一下 我水到啥 你聽關喔 你真冷天天應該看不到吧 太冷了 行程跑來跑去忙翻天講話 吃太飽不會 會不會不是我 不會吃太飽啊 我 都是 正常的一個便當 或是一個的麵包 長崎道佐山在哪裡啊? 風在吹,伸出手指拍照都會變紅那種超能 要小心凍傷 有一次我在釜山 韓國的釜山 就是天氣是晴天 然後我想晴天,然後我就這樣出去 等到我發現手會痛的時候 已經來不及,已經凍傷了 已經凍傷了 北方是電暖器牌子 我不知道,我沒有在用電暖器 炸爆少量多餐要學習 可是那位先生 那個老先生是蠻壯的 你可能以為外神人是高壽型 沒有,他是矮 不,不到矮壯 八幾歲總會萎縮 可是他算是壯的 他算是壯的 我個人認為 就是台灣 可能10度以下取暖 比如開個暖器其實OK 但是 也沒有必要誇張到十幾度就在開吧 發生手後山已經斷掉 黏在彈杆上 你怕他也太誇張了吧 一般是不會有這種狀況 韓管山上看夜景 跨年倒數完後 從冷車站走下三回飯 走到半山快冷死 然後進去旁邊還有開了咖啡店 喝一杯,開一下 HKMD 還要升一下暖器 再繼續下 蛤?半山又有咖啡店嗎? 因為那個半山又連我都不敢走 他是很繞的那種 然後感覺都是在樹裡 如果是下雪的時候 那應該宇宙無敵爆滑吧 應該會摔得跟白痴一樣吧 在日本開車的經驗 車道是否比台灣差 要看是什麼地方 高速公路的ETC路 或者... 反正就是高速公路的收費站 因為他的收費站的攝帶交往 是我開過 最早的 我都想其他大車要怎麼擠 因為我租也不會擠到大車 就是小車或是裝行的法 幾乎我就想幹了 我就尻到 那我不知道大車是怎麼擠過去的 祝他們幸福 真的很窄 但是其他的車道 我想不起來 我想不起來 有很窄的經驗 那我想有一個很重要的重點是 日本人不會在那邊跟你擠 而且日本基本上 沒有摩托車在你汽車旁邊擠 台灣會覺得車道好像比較 有時候汽車可能開要比較小心 也是因為兩旁 你左右兩側都會有摩托車在那邊擠來擠去 那你可能就要預留一些防衛駕駛的空間 使得即使他的路是夠寬的 你可能也要小心一點 日本道路平均快2.8 完全沒有印象 我開就是很一般 我開完全沒有壓力 應該是這樣講 我開是完全沒有壓力 你不會感覺到說 我快要靠到旁邊的時候 或靠到路邊 沒有 從來沒有印象 就只有那個 過收費站 航管路面電車十字街站附近 旁邊往上走 對對對 就是那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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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個十字街站附近 有一條很寬 兩邊有路樹的 行道樹 然後他那時候剪成圓圓的球 他媽 我就看那個女生 女工生吧 拉著那個往上爬 靠 印象很深看到有開覺得怪 在雪對裡唯一 一定要有亮光的電影 電影上書記還有 填方光導演的書 像開填梗路 我在日本開過真的填梗路 可是我在那邊開一樣沒有壓力 因為我覺得難度不高 照開 對 你聽到什麼嗎 會有這樣的狀況會非常危險 下雪的時候 龍血 龍血之後 看有沒有辦法 有辦法 那就只好破皮 就只有破皮 所以在日本下雪的時候 就是摔的跟白痴一樣 沒有在雪國活過的人 我就只有一句話 安全第一 摔倒正常 要防衛側摔 你覺得自己要摔的時候 就是你要有那種 瘦神 像柔道這樣瘦神 一個方向這樣倒 讓自己比較柔軟 不要用手去這樣硬撐 什麼的 或是在那邊想硬 想要平衡 散到 要摔倒就摔 對呀 我那個時候印象很深 看那個東京下雪 就東京很少下雪 結果我忘了 他說東京晚上下雪 可是東京比較少 在雪地生活的經驗 一個晚上摔到送醫 幾十個上百個 摔倒就算了 摔到叫救護車的那種 就幾十個到上百個 好像他們還說破機 台灣人 哇 下雪咯 平衡過的冷戰下雪咯 沒錯 就下雪就下雨 下雪咯 沒有碰過下雪人 當然可以去玩一下 但是請記得戴手套優 而且那個手套要防水的 你不要戴台灣那種毛毛手套 下雪就是下雨 所以需要的東西跟下雨 是一樣的 是一樣的 美國暴風雪在公路上 像開碰碰船 那真太危險了 那個時候就不建議開出去 門不開就不開 門不開就不開 能慢慢移動就慢慢移動 能躲起來就躲起來 沒有辦法 暴風雪就台風 在路上幹嘛 除非是必要 反覆結冰的地獄 沒有辦法 因為他是冰 羅力在生 他吃不到冰裡面 除非你把他拆掉 有剛下漂亮的地方 都是秋人 因為剛剛這裏有到我地方 下的時候完全都會帶高 平平的 整片都平平白白的 然後 記得戴墨鏡 不然其實是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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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嚇了我是 麻麻是人啊 哇 是那個盲人重進 重現了 真的 那個 紫外線反射太強 真的齁 一出門是亮到你 那種遮住眼睛都沒有用 一定要對面交 摸在墨鏡 完全看不到路 一堆蝦子 那主車站的一堆蝦子 有時候會有聲耶 當他很大的時候 暴風雪的時候 是有聲的 呼呼呼呼 是這樣子 我有在北海道有碰過暴風雪 是真的很酷 我記得有講過這個故事啊 這北海道碰到暴風雪 這小樽啊 然後我記得從港邊回來 那個是以觀光客的角度去的嘛 然後我在往山上走的時候 因為他就是往車站是往山上 我旅館在半山腰吧 我從海邊這樣走回來就港區啦 這樣走走走走走回來的時候 然後我就看到我前面的公車站等公車的人 陸陸續續都躲到旁邊的肯德基去了 然後他們其實 其實是我先看到他們就是在等公車嘛 然後就一直在看我的後方 我的後方就是公車來的方向 我以為他們在看公車 結果他們看一看一看一看 就紛紛離開公車站 公車鐵 然後就進到旁邊的肯德基 我就想說 到底是什麼什麼事情啊 然後呢 我就繼續往前走 然後就看到有一個公車站 有一個老頭啊 他就看到我 他雖然走得比較慢嘛 他就對我喊了很大一聲 我那個時候 就沒有意識到他是在對我喊 但是 其實他應該對我喊 可能是 就是 暴風雪要來 要開始吹雪 然後 我那時候 我就很反射的動作 這樣子 那你 然後他就走了 就進到 那個 那個 肯德基 然後 我這個時候就 繼續往前走 然後快要到公車站的時候 我就想 欸 什麼東西飛過我的旁邊 他 他就像一隻鳥一樣這樣子 平的從我後面射往前面 然後我就想 欸 那是什麼啊 然後我轉頭往海邊一看 就看到從厄禍刺客海吹來的那一個 那個 那個 暴風雪 他就是 原本你這邊是完全一片雪洞 他吹過來的是那種很大一片的雪 不是那種像頭皮屑那種 小小的雪 那種 你一般看的雪是很浪漫的 像和Satina 親一邊拍的那個限動吧 就從天空上掉下來一粒一粒的 他那個 哇靠 爆炊 真的是 就像棒球 突然有很多棒球對你頭來 而且你無法閃透 因為你動作太大的話 你直接會在雪地摔倒 所以我最後就使出最後的生命力 往肯德基移動 那肯德基都雙層門嘛 北海道都雙層門 進去一層還要一層啊 等到我進到肯德基的時候 我從他的窗戶往外看 就是 路透已經看不到了 路透已經看不到了 這個 鎮港暴風雪 這雙颱風 突然來了 因為他旁邊就惡禍刺客海啊 他海上都還有伏兵 冬天的時候 所以 氣候問題啊 請大家在旅行的時候 稍微注意一下 火車位就好 有人被外面不兩張 我比較震驚的是 我在忍視肯德基的時候 他的薯條是整顆 把零薯去切的 這個 這個是我年輕時候的印象 不知道是現在還是 查一下 啊對啦 我們先來進行今天的主題 這個 不解捨 我們今天談的是賣老 就是 有些人就是 我們其實這個就說教 這個主題真正應該是說教 就是 在我們身邊總是會有很多人 賣弄自己的經驗 賣弄自己的 年紀 嘗試要說教 那我們還是請張張來 破題 嗯 就是我估計是 一開始是 預想 我不太確定 這主題 到底是不能 就是被稱為 就是賣老 因為 因為今天講故事的 對象 他並不是一個 年紀多大 還密到那麼老 他的賣老 一般都比你老一歲 就要賣得過 對 然後 我的主題原本是定一層 被迫要接受一些事情 那我覺得這個東西 他就會很像 我們 小的時候 然後爸爸媽媽他會強迫你 去做一些事情 周遭有很多同學 他們幾乎都學過鋼琴 然後 大媽就會覺得 這是為了你好 那你 你就是會覺得說 這是為了我好 其實並不是真的為了我好 你就會開始懷疑 後來自己去這裡 那我今天就是來談這個主題好了 就是 嗯 我們先前節目有談過一個主題 就是 拒絕人 那我之前有提到 我是一個非常 不擅長拒絕人的人 然後我會把他委屈 往自己心裡面吞 不過最近我開始 拒絕去婉拒別人 甚至我會明白的告訴 對方我的想法 還有方法 可能會 不舒服你 對我這樣覺得 我也很舒服 你就直接跟對方講 然後 嗯 因為我剛好這周發生了一些事情 然後我剛好可以 以前覺得這個主題還遺憾 就是 嗯 之前 我在那個IG上面 遇到一個 從我剛開始拍攝 然後就認識的一個 原本要合作的對象 然後但是因為他身體不安 所以我就沒有 想要 就是身體要跟他合作 就覺得說 而你身體要好身體 但是這樣子 你身體比較不會有 有出狀況 然後在我們拍攝途中 你可能會有一些問題發生 那我們當然也是 保障你的身體狀況 然後我 上禮拜是看到 他在社群媒體上發文 嗯 然後說他的情緒 跟身體狀態 都不是很好 所以我就 我到現在都還沒有 跟他合作過 那我就跟他說 一些勉力談 然後覺得說 你身體不好 還能堅持自己的 就是夢想 真的很不容易 然後值得 我就說 這個是我值得 像你學習的 然後他 因為他身體不好 然後他就是 靠中醫在治療 所以呢 他就是 開始跟我推銷之後 然後跟我 拼瓶西醫 拼瓶西醫 很爛啊 怎樣 那我自己 我個人的經驗是 我之前 我之前 就是有被中醫抑著 那我就跟他說 就是謝謝他 就是 告訴我 這個 這個 中醫的治療方式 有多好 但是我又跟他說 其實每一個人 都有適合自己 調理身體的方式 對啊 就像 就像我說 我都吃一隻 他吃的 後來還有講一大堆 然後他講了一句話 讓我有點 就是 非常 然後 他就跟我說 我活了 比你多 快要十年 你能再聽我的 見解 才對 然後我聽到就有點 沙眼 然後我就跟他說 就是 怎麼活的 每個人活的都沒有 絕對的 成功 然後我 當然就是真的 覺得說 呃 是你比較年長 不代表說 你就是 真理啊 因為比你年長的人 還有更年長的 不一定你說的才是 真的對的 就是講到後面 就開始 打很多 他的訊息 回一則的那個字的量 很像你在臉書看到那個 電影的影評人 他們在打影評的那個字數 他回一則訊息 沒有那麼多 那我就覺得很煩 然後他也開始跟我說 我就有點不想理他 我就回他 呵呵之類的 然後他跟我說 他覺得 我很不禮貌 然後 冒犯他 消耗了他體內的能量 然後我就 我就開始 就是 覺得 天啊 那我覺得應該要暫停 暫停對話了 因為他的情緒 感覺已經有點 有點 呃 承受不了了 所以我就直接把他封鎖了 然後 就是結論是 其實我自己是 不太喜歡別人 強加價值觀 跟情緒到我身上 然後 要我接受 所以 其實我 我自己還蠻想要 問老師 如果當你遇到這樣的情況 你會怎麼去處理 這個 就說教宰 就是他覺得 自己虛長幾年 我在這方面有經驗 我就來 好好會會你 我來教教你 這就是白老 就是賣老 這個 賣老的盒子 差到10歲 我都當兵了 年紀比我小 小10歲 賣老都有 因為他當兵好像比我小 算 實際在部隊裡面找個一點多吧 當然要賣老 因為他就是 所以 說穿了 我必須說 大多數人 都沒有注意到 就是 這個 你對老人的這種不爽 是來自於他們意見很多 交給你的 你又覺得 那什麼東西 你一定會知道有問題 好 那可是自己同樣的 也很可能 會在某一個領域裡面 要開始賣老 比如說 哎呀我這個漫畫 你看多久了 動畫看多久了 你這個不懂 美國的電影我看多久了 漫威我看多久了 海賊王 航海王 多久了 都是 賣老 都是賣老 我在大學裡面讀多久 很多大學老師也都是在賣老 好不好 其實他也沒什麼研究成果 他抵 我已經去哪裡很久了 但 這一種 他會強調自己的 所待的時間 活的時間 那為什麼會相對比較沒有說服力 因為真的有說服力的是 你能夠拿出一些去說服力的比例 比如說 就像你所提到的醫藥 就是這個醫藥真的有效的幫助我 延長了什麼樣的生命 我得到什麼 低點距離改善什麼 第二點距離改善什麼 然後他的負重負面的效果是什麼 所以你可以進入綜合性的評估 我們這個時候才會認為 這是一個比較完整的建議 他會提到優點會提到缺點 你可以去注意 別人在提到建議的時候 是不是會提到他的建議 所可能帶來的一些注意 如果沒有這一個部分的話 代表他沒有自我檢討 就是不行 這個就是縮教 單純就是縮教 在我們社會裡面 有很多這種類型的縮教 其實也不是他講的東西 完全不值得參考 可是他的態度或想法 本身就是道德上的一種錯誤 因為他就是錯的 直接就不用理就好了 女性會經常被男性或是長輩 縮教 長輩的包括長輩和女性縮教 說女人應該怎麼樣 但是他對男性就不見了 會去說這麼多 其實他會告訴你 這是什麼正確的社會方式 因為他就是覺得女性就是笨 女性就是欠人教育這樣子 那為什麼不跟男性這樣講呢 因為男人可能會扁他 就這麼簡單 年輕力壯的男的 可能聽不下去 直接就踹人 所以 我 我只能說 在大多數的狀況下 你認清他單純就是說教宅 單純就是賣老宅 了解他其實的想法是空的 那你就可以知道 他的言論本是沒有價值的 所以 你就減少他對你造成的傷害 減少他對你造成的壓迫 我覺得封鎖是可以的 反說教溝通 就看他有沒有這個福分 畢竟不是人人都會有這麼強大的溝通能量 但是拒絕人是每個人應該都有的基本權 這是我講的這個 言論自由三項度 第一你可以選擇何時何時對誰說 第二你要能夠接受批評 你講出來之後 你要接受別人對你的意見的批評 第三就是所有的人 所有的人都有聚聽的權利 你可以講但是有聚聽 所以你就聚聽就好了 這個是大家都經常忽略的言論自由 言論自由也可以聚聽啊 所以你要講你家事 可是我都不想聽 可是台灣人都 對言論自由的理解都只有第一點 沒有第二點和第三點 就是他不能被罵 你也不能聚聽 那這種人搞的最後 的確就是像神經病一樣 就是在路上 就是要講給全宇宙聽 要大家堅持都要接受 就是其實一線之隔 所謂在路上 一直自顧自的講話的 神經神病患 和一個理念的宣揚者 其實就是他再也會不會去尊重 人家的這個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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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 樂聽人的權利 你有沒有尊重他的權利 你在提供意見的時候 有沒有 分析這個意見 這個意見可能的負面效果 這個是在觀察建議的時候 像那個股票老師啊 對不對 他如果都只講好的 沒講風險的話 那不行啦 那一定有問題 我們在建議你說 要不要來這邊 其實我現在建議 你覺得他都比較負面 就是正面的人想說 你要做這個的話是可以的 這也是有機會 但是 會有ABCDEFG這麼多的負面的影響 我現在給建議都是這樣子 人家說那你就是勸人家不要做 到最後所有人都不敢做了不是嗎 你可以自己評估 但是當然了 如果你真的很有興趣的話 我就算講了100個負面的理由 你也不會停 你也不會停 所以 我現在看到一些狀況 很多人說你怎麼不去勸一下 人家都不會停 而且我去的話 要嘛我對這個也不是非常懂 去了就變成單純是說教 那就不行了 老師我之前遇到一個更可怕的狀況 就是 我有遇到 我曾經有一份工作的主管 他是有精神狀況的 然後呢他是 每天跟我推銷比特幣 然後就跟我說 買了絕對沒有風險 怎樣怎樣的 就是 上班有一半的時間都是在 推銷這個東西 然後你又 就是很難跟他偏離這個話題 對 所以 我不知道遇到這種狀況 而且人家的身份又比你高的時候 你要怎麼去 就是 就去跟大家講這種事情嘛 他一般來說 對於像你的這種 比較 比較低 就是 地位比較低下來 你的最好的婚姻方式就是 錢不是我自己管的 就是 我對這個東西沒有興趣 因為錢都不是我自己管的 我也沒有錢 就是這樣 你跟我講菜都沒有 因為我沒有錢 好 對 這個就是 地位比較賠下的人適合的啦 我沒有錢啊 錢都跟在我這邊 對 這樣 因為 講白了齁 你說 你去回應啊 對對對 他就會越講越爽 最好方式就是 我沒有錢 這是有錢人的遊戲 我就沒有錢 就這樣 這個 我必須要說啦 就是 你跟他講再多 這個 只可能去堆高他的 那個 對自己的信心 你就跟他講說 你就是獎牌沒有錢 借也借不到 我就飛舞 就這樣 破產 這個 他其實只是希望一個聽眾 然後能夠展現他的知識 需要一個聽眾展現他的知識 我也有認識 真的靠比特幣賺錢 從來沒有跟我講過 買比特幣的事情 他的所有財富 我猜大概有八到九成都是比特幣的 就是虛擬 虛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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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種去中心化的東西 但是 區塊鏈的東西 他都是靠區塊鏈的東西 可是他從來不講 他就完全實現了一個 這種 花大財的 這個 基本特質 就是如果這個行業是能夠賺到錢的 那我幹嘛要跟你講 你不就跳進來一起分一杯歌嗎 我才不要 所以能夠真正能夠發財的事情 就是 很難好到別人會跟你講 很難好到 所以我們大家一起來賺吧 何必啊靠我管你去死 如果靠這個能夠賺大錢 我講太多都沒用 所以就像 我講白一點 像跟哲學系老師說 人家如果要跟我聊哲學譜質 那我大家可以跟他講說 這到底能不能賺到錢 市場的份額到底大概多大 但是呢 你要我去西藏說 大家一起來做這一行啊 怎麼樣怎麼樣 我又不是傻了 我要賺錢 當然前提就是你們全部都不進來啊 你們全部都不進來 我才能夠在這邊市場獨霸 你們進來的話 我就有風險 有可能面臨了某一些領域 可能就被人擺死 你們不進來我就可以 這個才是商業上的電子 所以我會覺得 這就是共產主義啊 這大學是共產主義 所以你巴士的體育 真的有法消化 所以 真的 真的賺錢的生意 不會找到你 你什麼東西啊 講藍梯你 你什麼東西啊 真的賺錢的東西 還要找到你 這個 你如果顯得你自己去開你的email 有一大堆什麼什麼什麼 阿富汗的美軍上銷啦 重炸牌 二十幾年前就已經出現在email上 什麼印度人 唯一批鑽石賣不掉 唉 真的 這個別傻 別傻 真的別傻 好 好 我們來看看留影群 對了 我剛剛看了一下肯德基日本網站 第一台有全家桶 十二人份 十二塊的 三九四零日圓 要接近一千台幣 快要一千台幣 十二 十二P 到底是十二人份還是什麼 反正他就是蠻大一桶的 然後他也有 雞塊 蛤 十二 十二塊 十一 雞塊十個 Potato一盒 可是他那個Potato 看不太出來 到底是不是 真的Potato去寫 因為我以前吃的是有皮的 以前 我零錢 那天也有錢 這個是他們的GP 好像 我不知道台灣我Potato 之前要做 我不知道台灣你選的 那天也有錢 他應該是一整個 馬鈴薯 然後他就推到一個機器 然後就被切成一條條 就推到一個格子裡面 然後他就直接下去 長這樣 所以以前吃的是有皮 所以我吃到的時候我很生氣 我想哇 他的馬鈴薯是真的馬鈴薯 像麥當勞 是不知道什麼 詭異的東西製造出來的 那個不就是 日本的麥當勞 你剛剛不是在 對啊 日本的肯德基和日本的麥當勞 我想的是日本的肯德基 那個是 有皮的 就是他還是帶皮 然後他那個形狀還是 鼠的那個 形狀 你可以看出來他就是還有那種 彎彎曲曲的那種 唉 真的 現在我不知道啦 也許 因為供貨什麼的改變 而產生 一些變動 北極寶 極地極寶 日本肯德基 只有薄皮嫩基 薄皮嫩基 薄皮嫩基又是什麼 我真的很想吃肯德基 我不知道他是什麼耶 Menu Originalu Jiki Originalu Jiki 他一個雞腿要 Originalu Jiki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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有骨頭的嗎 260沒有骨頭的270 有些奇怪的東西耶 這個是黑黑的是什麼啊 看起來好害怕 巧克力派 靠腰 巧克力派 弄的 有點可怕 巧克力派 巧克力派 還有一個小小的 這是什麼 Biscuit 這種東西日本人 越吃越肥 大學要讀什麼系啊 你說 老人會來干預 我會讀哲學系 就是我爸要求我讀的 我原來都填中文系 我前四四個志願 不不不不不 不是前四四個 我第一志願填台大哲學 然後以下十四個就是中文系 當時所有的中文系都填了 唉 想當然廢話 一定中台大哲學 安天之一滴之遠 中醫狂奮 有些年紀小的人的經歷比很多 年紀大的人還多 開什麼領域啊 他可能年紀小的時候 他都出來工作 他經驗當然 大學生還多 大小學畢業都出來 外面在那邊做工的那種 經驗當然豐富啊 這個 我當兵的時候 碰過很多小學學歷的兵 人都不錯 然後 品性也不會不好 就不會很歪啦 然後技術什麼 有些做的技術是真的不錯這樣子 你會覺得他們是比較好溝通的 比較難溝通的就是 感覺就是高職生和十大學生 這種 很難溝通 健康食品直銷中毒者一樣 對啊 可是他不是認為這個產品好 他是想要賺錢 唉 賣老不分年齡啊 家裡有長輩 重複提及去特定政治立場學者的言論 怎麼回應了 你就說你沒興趣啊 你就說你沒興趣 我不想了解 我覺得他很噁心 他會性騷擾別人 你就這樣可以 就這樣講就好了 家長就會嚇一跳 因為他不知道這傢伙到底會不會性騷擾別人 你就這樣講 我覺得這傢伙就是會性騷擾別人 就他很噁心 我不想聽他 不想聽他 唉唷 以前覺得全靈經驗蠻有參考價值的 不過我強 對強加和反復教訓的感覺不好受 就是看人家 你去請教我 人家就是告訴你 當然就是 但是人家那邊幾幾點點 都不講一堆的 就算再好的經驗 我也認為這傢伙的溝通能力 就打上很大的折扣 就算他的經驗本身是對的 是好的 可是也會因為他的溝通能力很大 溝通能力不佳 是他的責任 不是你的責任 模仿嘴砲粉絲 亂招經典 前面嗎?剛剛嗎? 現在公司同事妹妹 比較經驗不足的時候 給建議都很怕 變成臭老猴 其實我 認為 你給建議的時候 你就 講說 不是告訴他說 你應該怎麼做 你應該反過來講 喔 這個我們是這樣做的 你可以參考這樣就好了 這個我們是這樣做 你可以有自己做法 但我們是這樣做的 你自己判斷看看是不適合 就是不要講你應該怎麼做 而是我應該 我是這樣做 自己親身示範 真的教育小朋友上也是很重要的事情 就像 你跟小孩子講說 你應該做什麼什麼 人家都不爽 那 比較好的帶領方式是 我做給你看 我們一起做 即便是很小的小小孩 他也比較能夠接受 你也下來一起做 比如說這是掃地的方法 我掃給你看 這樣很快就可以 我掃給看 你掃給看 男性 說起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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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掃給看 他是狗廢 可是他如果是將軍的話 就這樣 那種 我那種指揮官 那種指揮官 那種指揮官的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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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嘿呀 大家手貼了 哇 唉 然後我以前年紀也就是 享受這種尊老 待遇 尊老 哪有現在誰會尊老 根本都不想離老 老師我之前搭捷運看到那個景象 然後 就是覺得很 就是很傻眼 然後就有一個老人 然後他去做博愛座 然後呢 因為到台北車站 通常那個 都會很多人上車 然後就是 博愛座 偶爾會有空出來的位置 然後那個時候就是有 一個看起來 視覺年齡三十幾歲的 姐姐 他就是想要 他拿很多東西 他就想坐下來 然後那個坐在其中 一個博愛座上面的那個 那個老人 他就對他說 他說你是老禪嗎 他就直接這樣對他講 我覺得聽起來超尷尬的 那你 其實這是那個老人的問題 要是我在現場 我一定會嗆他 你坐你的就好了 管你幾次 我就一定會這樣現場嗆 只是我都沒有碰到這種事情 這種老人就是 蒸汽火車 欽腔欽腔的 這個 博愛座 就是 國內極少數的專家 就是 我以前專門都在接受 博愛座的訪問 不是 他這種東西 就是 你真的很在意 不愛座的話 我們就像三手線的樣子 大家都不要做 全部給我用斬 怎麼撐下進去 只有握法 椅子全部收起來 他的理由就是 現在很多 大家都不要做 老人怎麼辦 現在不要搭 早一點搭 晚一點搭 你都那麼老 你應該不是負責生產的吧 唉 講白了 就是 這些老頭子就沒被人嗆過 所以他不知道他的觀念是錯的 最不喜歡女性長輩教訓 長輩教訓做媳婦的道理 這也是欠腔欠腔 就嗆他就好了 不講風險不就是傳教了嗎 對得 人類的死 帝圈教 票頭那種人沒錢買啦 是能買多少 比特幣是建民階級玩的東西嗎 賣老仔把自己當大哲學家 其實他是 這個 因為也沒有實質的做事的能力 我講句不客氣 過台名需要說教嗎 說個頭啊 他賺錢都沒有時間 他教你 他在那邊講幹話 他根本懶得講 真的有成就 有辦法的人 他哪裡會跟你講這麼多 他直接就做了 沒辦法的人就出一張水 帝圈是有賺 當然他這種零顆東西 錢一定跑到某個人的口袋裡去 我剛才講的那個傢伙就是 他是有賺有賠 大賺大賠 誰受得了 找個東西 他走到了 就是啊 這個你各位 這個 不懂 他背後的程式原理 不懂他的運算機制 不懂他的掌碟的機制 這種東西就像 鋼彈模型一樣 你不懂你就不要碰了 唉 運行發大賊 大家幫我彈跳 12塊 好的 哲學普及書籍應該具備什麼條件 我個人會比較推薦的哲學書籍 就是完全沒有基礎的人 也能夠接觸到 理解一些概念的書 所以現在 最好要附個圖 我認為圖解哲學系列都不錯 都不錯 就可以用圖來協助 完全沒有哲學基礎的人 了解 我們之前會員影片應該就可以了 對啊 可是 現在這種產品 他裡面有漫畫 對啊 我記得 我那時候去看的時候 他是裡面有漫畫 對對對 有 那個都是我以前推薦過的書 所以很多都已經是有漫畫畫 我是覺得有那種方式 讓一般人 就是完全沒有基礎的人 都可以稍微 輕鬆的去理解 一點點就好啦 沒有必要理解很多 一點點就好 學習一下哲學家的思考方法 KFC有烤玉米的時期 我知道有 我印象有 現在沒有嗎 現在我不知道 我幾乎不會吃這種店 KFC啦 日本的是 空沙拉 就是 給你一碗玉米 就是這樣 他是那個沙拉 玉米沙拉 就是我們 就是 我們副餐有時候會有的 吃日本拉麵 都會給你一碗玉米 讓你加到拉麵去 290日圓 但台灣有沒有 我不知道 我在台灣絕少去肯德基 日本肯德基全家桶 又想要給你送給車 抱歉我沒看過 中醫車移 今天晚上就幫中醫打 中醫流派很多 肯德基最原本的就是 壓力鍋炸的薄皮嫩雞 脆皮炸機是後來出現的 開放油鍋炸 所以兩種口感不同 啊是這樣啊 可是 Original的 是 是不是薄皮的 脆皮 脆皮的叫什麼 老師我發現台灣的肯德基 它的辣味跟 原味 不是薄皮嫩雞喔 是原味的 它的皮 顏色跟 口感不一樣 對啊 那就是不同的粉 不同的製作 日本的寶也比較少 還是台灣的寶也比較少 可是我看這邊就好像都是 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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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味吧 Original的 應該就是 原味的 Original 剪台大中文到文化大學中文系嗎 台大中文我那個時候上不了 台大中文要410級 我408 所以我就填台大哲學 然後就正大中文 開始往下 然後一定中台大哲學 大概